那我稍微测试一下 如果你連接麥克風 你的螢幕是可以順利去翻轉你的螢幕的 那你如果有外接麥克風的部分 那你這個麥克風線輸入跟螢幕是不會打架的 我覺得是還OK啦 但是你的耳機孔的話 就是監聽孔的話 可能會打架 你就沒有辦法翻轉螢幕又順便監聽 你可能就要用比較 關小一點的螢幕角度才可以使用你的相機啦 那我稍微測試一下 就是它如果 所以如果 我稍微測試一下這個螢幕翻轉的部分 你如果上面有接麥克風輸入的話 那你正常這樣子翻轉是不會跟它打架 但是如果你要接下面的 電源供應線啊 或者是耳機監聽孔的話 那你的螢幕角度可能就會有一點局限 可能就是平平的拍 或是你要彎一個很奇怪的角度這樣子 就稍微會有一點局限 但是最重點的 麥克風輸入孔是沒有問題的 那我稍微測試一下這個翻轉螢幕的部分 如果你接了外接麥克風的輸出 那我稍微測試一下 如果你外接麥克風輸入的話 那你翻轉螢幕翻轉是沒有什麼大問題的 但你如果接了下面的孔之後 你的螢幕可能就會卡住啊 或是 那我稍微測試一下 如果你有輸入麥克風的話 那你翻轉螢幕其實是可以順利翻轉的 但是你如果插了下面的監聽孔 或是像電源供應之類的 那你的螢幕可能角度就沒有辦法去調整 這麼順暢了 現在我再打轉了 每個人都看到這行期間 我送你在心中 我的方法 那你幫我搧 我會把這個 其實 我覺得這台 所以這台攝影機 這台攝影機其實還蠻棒的 這台攝影機其實 這台攝影機其實可以直接用USB Type-C 就是給他相機電池充電 它也可以同時為你的相機 直接做一個不斷定系統的概念 這台攝影機上面有USB Type-C的充電孔 它可以直接供電讓你持續長時間錄影 這台攝影機上面有USB Type-C 它可以讓你在拍攝長時間的活動的話 你可以一直持續入圍 就一個完美的供電系統 那這台攝影機上面是用USB Type-C來供電 這台攝影機上面是用USB Type-C來供電跟充電的 所以你如果關機的話 你就是充裡面的那一顆電池 那開機的話你就會停止充電 你就沒有辦法邊錄邊充 但是你可以直接用USB Type-C來讓你持續的錄影 長時間錄影來幹嘛的 你就不會說我電池沒電還要去換電池 你就直接插著 你就可以一直長時間錄影 真的是超讚人 那這台攝影機上面是用USB Type-C的孔 那這台攝影機上面是用USB Type-C的孔來充電的 那它同時也可以讓你相機來供電 那這台攝影機上面有一個USB Type-C的孔 那它可以讓你的攝影機直接用USB來供電 這真的是超讚的 所以你要錄長時間的影片 你直接接著 你就可以一直錄一直錄 一直錄到你爽為止 但是你插著供電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邊充邊用 但是你關機的話 你就可以為你的電池充電 所以你相機 這也是為什麼 那有一個就是很 那有一個就是還蠻局限的設定 就是它的錄製卡的要求 就是 那有一個我覺得 有點討厭的就是 那有一個就是 那有一個我覺得還蠻討厭的 就是它的卡的要求 就是它限制你卡 那我覺得有一些蠻討厭的 那有一個還蠻討厭的 那有一個還蠻討厭的就是它有一些在檔案格式 它就直接限制你沒有辦法用比較慢的卡來錄製 它連錄都不讓你錄 就直接完全封死這樣子 就明明就流量速度是夠的 但是它就是完全不想讓你錄 你一定要插那個很貴的CF Type B卡 那有一個我覺得還蠻討厭的 就是它影像錄製的格式 有一些限制 就是你的卡如果太慢的話 它直接完全不讓你錄 它連掉格讓你掉格的機會 就是都沒有 那有一個我覺得還蠻討厭的 就是它直接封死你的檔案格式 錄製到卡的 那有一個我覺得還蠻討厭的 就是它的U 那我覺得有一個蠻討厭的 就是它直接封死你錄製到SD卡的格式種類 就是它直接把你封死 你連試都沒有辦法試 它直接說你記憶卡速度太慢 沒有辦法拍喔 就這樣子 它連讓你拍掉格的機會都沒有 就是直接封死它 你就是什麼東西都不能拍 連我的速度夠 我的流量夠 它也不讓我拍 就是一個直接不讓你拍的概念 像是有一些Full HD的設定啊 像是有一些Full HD的設定 明明流量就沒有那麼高 像是有一些Full HD的設定 明明流量就沒有那麼高 但是它就是直接封死 連讓你試試看的機會都沒有 好吧 我先暫時會放在乎 那些Full HD的設定 那些Full HD的設定 所以這次是靠新三色的設定 你可以從來 它叫我 很瞭孔 那些Full HD 7F耳機 這樣 我先看到我 就快點 小貼 還有 我覺得這台攝影機還蠻可惜 就是它沒有快門角度 這一台攝影機 這台攝影機我覺得蠻可惜 就是它沒有快門 這台攝影機我覺得蠻可惜 就是它沒有快門角度 它全部都是正常拍攝照片的 幾分之幾的快門 它沒有快門角度說 我可以180或者是210多少 216之類的 這台攝影機我覺得蠻可惜 就是它沒有快門角度這個選項 這明明就是電影攝影機 結果它沒有快門角度這個選項 它直接全部都是用這種拍照邏輯 就是幾分之幾的快門 雖然用起來是 你也是可以拍出一模一樣的東西 但是你整體如果你忽然要切換一個快 快 快 這台攝影機我覺得有一個蠻可惜 這台攝影機 這台電影攝影機 這台電影攝影機 這台電影攝影機上面 竟然沒有一個快門角度的設定 它全部都是用拍攝照片的邏輯 就是那種幾分之幾的快門這樣子 雖然你拍起來的東西都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你像是你忽然要拍一個慢動作之類的 快門就要再去重調 如果你沒有調好的話 它就直接沒有慢動作 因為你已經超越了360度快門 它就直接你的格數 你的格率直接砍半 就變成沒有著拍慢動作 就應該 我也不知道 這是電影攝影機耶 而且我沒有快門角度 這台電影攝影機 一個神奇的部分 就是它沒有快門角度 就是沒有shutter angle耶 沒有快門角度是怎樣 它全部都是用拍攝照片的邏輯 就是幾分之幾的快門這樣子 雖然拍起來的東西都是一模一樣的 只是你如果忽然要拍慢動作 那你快門速度沒有調好的話 你可能那個慢動作 就沒有拍到慢動作 因為它就直接 那這台攝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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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沒有快門角度 我也覺得很神奇 就是它的Cinema Line 電影系列的一個攝影機 竟然沒有快門角度 它還是用一個拍攝照片的邏輯 來設定快門 就是幾分之幾的快門 雖然你拍起來的東西 都是一模一樣的 但是你像是 忽然要拍慢動作 但是你的快門超過了360度的快門 你直接拍攝一個沒有慢動作的一個慢動作 就不知道是怎樣 就是會有這種情況發生 你可以超越360度 結果你的慢動作可能60格 你就會直接格率砍板 甚至更低 就直接 就是 竟然沒有慢快 竟然沒有快門角度 我也覺得還蠻神奇的 竟然 對啊 竟然沒有快門角度 我覺得還蠻神奇的 竟然沒有快門角度 我是覺得蠻神奇的 那它還有一些像是 尾色彩啊 還有一些 像這樣子的攝影機 我 像這樣的攝影機 沒有快門角度 我也是覺得蠻神奇的 那它還有一些輔助功能 像是尾色彩啊 或者是一些scope之類的 它也沒有內建 所以你可能還是需要 外接一個螢幕 比較厲害的螢幕 來監視看你的一些畫面 沒有快門角度 我是覺得還蠻神奇的 反正 沒有快門角度 我是覺得蠻神奇的 那它也沒有像是一些 輔助的功能 像是尾色彩 曝光輔助的一些功能 然後 對阿 還有一些scope之類的 色彩的 那像這一台 那這一台 攝影機沒有 沒有快門角度 我也是覺得蠻神奇的 那它還有一些 像是曝光輔助的功能 都沒有 顏色輔助的功能 也沒有 像是尾色彩啊 或是有scope 之類的 都沒有 你可能就是要外接一個螢幕 來看一下你的 東西啦 就是它沒有內建在這台攝影機裡面 沒有快門角度 我是覺得蠻神奇的 竟然是在Cinema Line 然後沒有快門 沒有 沒有快門角度 我是覺得蠻神奇的 那它也少了一些 像是曝光輔助 像是尾色彩的一些功能 或者是 像是 像是什麼 沒有尾色彩 沒有快門角度 我是覺得蠻神奇的 它 沒有快門角度 我是真的覺得蠻神奇的 那它其實也少了一些 像是曝光輔助 還有一些scope 像是 沒有快門角度 我是覺得蠻神奇的 竟然會發射在Cinema Line上面 那它也少了一些曝光輔助 像是 尾色彩這些功能 那它也少了一些 像是scope 那些比較專業的一些 那個圖啊 那個 色彩分配的部分 那你就是 要外接螢幕 才可以看到這些東西 沒有快門角度 但是我到 沒有快門角度 我是覺得真的是蠻神奇的 竟然會發生在Cinema Line 電影攝影機上面 我真不知道是發生什麼事 那它其實也少了一些曝光 輔助功能 像是尾色彩 之類的 那它也沒有像是scope 那些 顏色的 輔助的部分 你就要 外接一個螢幕 然後讓這台攝影機 變得更 肥胖 這樣子 你才可以使用這些功能 反正就沒有內建在這台攝影機裡面 那還有一個遇到的問題 那還有一個遇到的問題就是 那我還有遇到 那我還有遇到一個問題 就是這個 錄影燈的部分 有點討厭 就是它有點太亮了 就是 它的亮度也不是很一致啊 那還有一個我覺得 還有一個我覺得蠻困擾我 就是這個 錄影燈的亮度 我覺得 有點太 煩 有點太刺眼 讓我覺得有點 就是很煩 另外一個我覺得很 另外一個就是這個錄影燈的亮度 另外一個我覺得這個錄影指示燈的這個亮度真的是有點太亮了 非常刺眼 我這樣拍然後上面就一條紅色這樣子 我覺得還蠻討厭的 那這台攝影機也沒有辦法去調整這個攝影燈的這個錄影燈的亮度啦 所以還蠻可惜的 我想要這個攝影燈 但是我不喜歡它這麼亮 那我可能就只能 我也不知道 貼個膠帶嗎 還是幹嘛 讓它變得比較 比較暗一點點 那還有另外一個我覺得還蠻討厭的 還有一個我覺得還蠻困擾的 就是這個錄影燈 有點太亮了吧 這個是 爆炸亮 螢幕這樣子 然後這個錄影燈這麼亮 它沒有辦法調整這個錄影燈的亮度 我想保留我的錄影燈 讓我知道我在錄影 但是這個亮度沒有辦法調整 真的是有點可惜啦 除非我自己去拿個膠帶還是幹嘛的去改裝一下 不然它就是這麼亮 還蠻刺眼的 那Sony相機我也不用多說啦 那Sony相機、攝影機我不用多說 反正就是所有上面的按鍵 你看得到 全部都可以客製化到完全符合你的需求 所有設定 你想要這個按鍵 到底要做什麼 完全所有東西都可以客製化 沒有 你只有想 你的想像力局限 等等 好記憶 我是紀錄吧 我好記憶 我好記憶 你